柯建民委員 請委員會給大家保持安靜 尊重發言委員 謝謝 請尊重柯建民總召發言 謝謝大家 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本席今天代表領主進步黨 向國民黨 向民眾黨 向胡文齊 向黃國昌 乃至於向韓院長提出最嚴厲的失控 我們今天站在這裡 讓我恍乎我們是在 中國人大的大會場 讓我們好多數 是在香港的立法局 今天 占美主義團隊 不是國民黨 也不是民眾黨 是 是習近平 因為國位已死 我們所要求的 就是一個 我們要求是一個 每一個人要尊重憲法 沒有一個人可以站在憲法對面 沒有一個人可以站在憲法對面 各位 這是歷史的一刻 這也是國家 身處存亡的時刻 我在這個地方 要告訴各位 民主的發展 是我們的驕傲 我們讓我們民主 能夠在這裏 這是一個民主的堡壘 我在這裡 要對國民黨 以及民眾黨 提出歷史的三大拷問 第二 我們照成績來 我們絕對少數服從多數 我們表決數沒有關係 當然是呢 程序的正義 依法處理事 非常重要 所以呢 我在這裡 要問你們歷史的拷問 我們很前面的這種要求 有這麼困難嗎 有這麼困難嗎 我們可以 讓民主但台灣 繼續走下去 我們要求是一個 依法以及程序正義而已 有這麼困難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 國民黨 和民眾黨 閉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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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吵好不好 國民黨 和民進黨 國民黨和民眾黨 親民想一想 那才何太急 協商以後在表決 我們願賭服從多數 小數服從中數 這個為什麼這麼急呢 是誰交代的 當然是習近平交代的 你們要回答這個問題吧 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我要問你 你們 國民黨 民眾黨 你們千辛萬苦 血來前幾 是要 維護民主 要 謀 沒招了 謝謝柯建民委員的發言